啊,对不起,对不起 会议室是让大家说出自己看法的地方 但我告诉你,最好不要有看法 我是这家公司的六年级生 跟年次无关,纯粹就是进公司六年 而我现在坐的位置 也完全反映我在公司的位阶 成上起下 所谓的成上就是附送老板所说的每一句话 让他们知道你有在听 而所谓的起下就是成上 Have a good 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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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以上呢 其实当年我进职场 也希望做个想刚刚的人物 但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变成了动物 希望能够听听听老板的想法 啊,要工作了 想听听看老板的想法 老板要做出选择了 只是只要照着选就不会出错 两个我觉得都不错 可惜客户就说只能选一点 哪个好 是A还是B呢 猜猜看,我决定喜欢什么 就交给你们大家决定好了 咦,就交给你们大家决定 这个关后的公司下半年 能不能有饭吃的重要选择 您告诉我,约绝路 加油 猜对了,你就机会得到 升官发财的大奖 我当然可以决定 但却没有自信是否会选对边 加油 加油 听说轻开的牛洞好像蛮好吃的 快六点了,要帮大家交便当吗 老板,你有要吃什么吗 现在应该有比吃便当更重要的吃吧 我想你们应该都累了 那不然今天早点回家就行 明天再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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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的会议结论就是 明天再讨论 那表示今天完全没有什么付出 就可以赚到薪水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一对牙牙血语的儿女 宝贝 宝贝 你在玩什么 你在玩什么 你应该说 你应该说 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你在玩什么 呱呱呱 你是九官鸟吗 呱呱呱 长久以来 为了家庭叫我吃虫子也可以 然而 竟然有一天我也把这一套 办公室动物生存法则 搬回家里了 我想 明天上班时 我应该要表达我的看法 走进会议室 和同事互到早安 今天起 要活得 像个人类 早 过去哦 都是由我来做决定的 这次我想要换个方式 让参与的各位一起成为决策者 先去看大家的意见好了 有没有人 我想要先说我的意见 有我垫底 大家一定比较有勇气说话 别紧张 有什么状况我会拯救你的 可是王子呢 再怎么说 我也是爱心女王 我一定会提出最好的意见 我同意 可是我觉得 对应来要看 摆脱不需要的 越轻薄 越自由 Acer Swift 5 轻薄笔电 Acer Swift 5 搭载第八代 Intel Core i7处理器 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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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